Hello! 今天我要拍攝新桃江貼丁 為什麼新桃江貼丁呢? 看來有私心的 因為我想去629雞蛋餅吃他們的格子餅 這次我想去吃雞蛋餅之後 對於629的格子餅念念不忘 所以我今天就來吃吧 順便看看這裡有什麼好看 這個工廠林林工業大廈這麼多地方 幫舊區有什麼特色的店鋪或者地方可以去 立刻找一下吧 我問了一些在這裡大的朋友仔 有什麼特色的店鋪推介給我 他介紹了一間店鋪給我 說有很多零食 可以找到我宜時吃開的零食 他就是這家士多 嘩!好開心啊 在這裡也... 嘩!大不大 大約很齊全 我看到一些東西 我首先要從這個糖果區域開始走 這裡是一些新式 就是現在我們最想吃的糖 這些其實我也經常吃的 給我們看是特別一點的 一盤脆菠珠 我沒有吃過這個 OK 我買兩個 欣欣杯啊! 現在好像不是這個包裝的 還是那個不是欣欣杯 我知道了 因為我吃的那個好像是Kinder 還是... 是... 這麼有趣的嗎? 吹飽膠 我看到是不是吃過了 這麼大的漢堡包 戒指糖 找了很多地方都沒有 還有戒指糖 拉爪糖 還有唇膏糖 這些已經全部都沒有 這些是我幼稚園時候吃的糖 所以吃到我 蛇豬牙 就是我是... 幹什麼啊? 哈哈 差穩一點點 謝謝 這是什麼 這是我妹妹經常吃的 我買一盒給她 唇膏糖啊! 塗唇膏糖 女生來的嘛 當然要塗唇膏的 嘩! 為何關掉它 糟了 為什麼它開了呢? 可以了 我們看看前面還有一些什麼好賣 是不是飛波膠來的? 不知道啦 我未必會認識的嘛 這些東西 未必是我的Generation 所以我今天呢 是來學習 我今天是來掌知識 就了解一下 以前香港的小朋友是吃什麼零食的 這樣 這個是什麼手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 哦 哈哈 我原來是這樣用的 哈哈 小朋友 平時也是這樣用的 你 我上星期開始 跟自己說 我說我要減糖 還有減零食 但今天我就來了這裡 還有 買了很多糖 我買回去請人生 小朋友收到這些 實在很開心 這個呢 就給男生 超超超水窗 應該 好玩啊 這個 外面還沒下雨 好像有鏡頭 這是什麼 首先我們組裝了一個廁所 組裝廁所 然後把粉 倒進去 然後變成這樣 幫我們一起玩 哦 如果是否有四方過就好了 有四方過不出 這個椅子 時輕浪雨里 路向酒天金田明天 蛇蛇 糟糕 為什麼不可以開近一點我家 這裡就是那些正常 便利點 我們買的那些 飲品 那這裡就是正常 我們便利點 可以買到那些飲品 哈哈 拿到了 拿到了 我們這裡已經幾十年了 以前做的那些批發 交給那些 士多辦館 學校的零食部 諸如此類 但是你經過這麼多年了 那些士多辦館 日漸色味 改為直銷場 一年那一年 就直接做到現在了 現在很多人 都喜歡懷舊 找回以前的食品 有一大部分已經沒有了 譬如有些前種手工藝 那些那些 那些老師傅 一不做就已經失前了 沒有了 現在比較現代 現代的新色 那些都有 這些就比較懷舊 這個懷舊 這個 這個 薩瓜糟 生蚊糕 都屬於舊色的 新色的糖果店 已經沒有怎麼賣這些 這些東西 好像這些 BB糖 那些人的營養 都會影響到 很多人都會影響到 不要緊 我幫忙 你很聰明 不要嘗嘗 講一下這些 講一下那些 講一下那些 是呀 沒有翻新過 裝修的那些 不裝修 裝修花那麼多錢 現在這貨實在 這貨實在 這貨實在 你裝修多漂亮 都是假的 OK 謝謝 好啊 我們 買完了 就買了 小湖 零成 你看看 你買到小湖 你看 好啊 好了 我現在找了一個 是要上工廈的 是一個 書法手寫的工作室 好像都挺有名的 因為我也喜歡一些手寫字 所以我就想去 潮升一下 嘻嘻 你看看廣介 我先進去問一下 剛才很尷尬 原來它不是一個 長的開房給人的工作室 我通常以為是店 然後就晚上中中上來 進來 大家都很惡意 因為它說 通常這些人是 愈先愈弱的 我們就自己不停自動 這樣踩了上來 但它也很好啊 它也很招待我 是什麼啊 是我洗錢的地方 歡迎你們來到 我們這個工作室 其實我們這裡主要 就是一個工場 踩了你的工場 那邊就是我們工場 平時會在這裡開一些膠片 加力膠 還有做招牌 我剛才介紹一下 這位是李劍玲 是香港街的創作人 你好 你好 好厲害啊 原來我今天是介紹新鮑光 找些什麼好去處 就以為我們是店 你又踩了兩尾 不知道我們是店 我們的鮑魚 平時訂了回來 我們就會按著尺寸去做切割 就會用這部機做切割 通常都是李劍玲 他去做 他自己做 因為他本身也是招牌師傅 這位就是李劍玲爸爸 他也是招牌師傅 雖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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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介紹你招牌師傅 對 有很多假衫在這裡 這些就是一些大廈的水貼 我可以幫你介紹一下這部機 這個是焗爐來的 這個是焗爐來的 然後加上去就屈 屈了 就是等它軟 軟了之後就屈了 那這部機呢 平時我們做時購 不是會黑市的 它就摸下去有凹凸的 咦 那就是麻雀也是這樣做的 可以啊 人家寫這些我會想麻雀 有些人都會找我們做這些懷舊的牌 有些空間 對啊 你以為我們在這部店 我都已經趕緊在三個之前 你呢 現在多度站起來 這樣 因為不准向外出 對 這個 這個漢字 李漢港街四個字 李漢其實是一個寫字工匠 而李劍玲的爸爸 即是李伯伯就是招牌師傅 以前李伯伯叫招牌都會找李漢寫字 所以很多招牌都是李漢字體 李漢在退休之前把手稿送給李伯伯 李劍玲在幾年前開始修復手稿 轉化成電腦字體 另一款字體都是啟書來的 但就是磨板字 這款的原理就是一體成形 而這款就是要通洞的 全部都 這個就要貼上 因為招牌的工作 一東西搭下去就最方便 即是他說這個要這樣一字成 一字成 很帥的 一個 這款招牌很難搭 裡面有點掌字式 很開心 看到我在這裏做事很開心 你們有沒有看過火箱 近看全部都是李漢的字 你遠看就看到街景 在這裏做事很難搭 對 對 這裡就融化了 然後這裡融化了 這樣一定刺得很實 那這個其實是夜光鐵來的 主要就是融化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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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或者是否有兩個鏡頭要補回來 我記得了嗎 我真的是癡呆的 我不記得的 我完全知道要預約上來 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這是深層光的地圖 我們剛才是跟DDI的機構合作的 我現在送某隻錢的碟子給你 我送碟子的 金資我心的 謝謝你們的交付 不要這麼說 我掌字色 我掌字光 搭過那些牌子的碟子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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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適合我 我放些水 這個本身是放在那些鏡子旁邊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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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購物完了 又買了東西 我沒想到這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為什麼原來人家都是工作室來的 他們真的超級好 是否叫老闆 他們不是擁有稱呼 李師傅 還有他爸爸 還有在這裡工作的人 都是超級好 可能從事文字的工作 人家都好一點 都好一點 我覺得非常好 我覺得自己這個景點很好 超級好 超級好 我都覺得 好了 不用走其他景點 這個景點已經很夠了 他們太好人了 而且我覺得可以 可以掌握到知識 我沒有試過走進一些日察的地方看 雖然他說不是都是超大規模 總之是要做超火想像 所以只要大膽一點去找 大膽一點去試 大膽一點去問 就有出乎意料的驚喜 再見 嗨 好熱了 走到 兜兜住住 我妹妹 走了這麼久 我都有點肚餓了 我昨天上網看已經默色了 因為我現在疫情 我沒有想到到處去吃東西 但是我看到一間麵包店 好像很特別 我們已經找到它了 那我就買些包衣一下 好了 我竟然又買兩袋東西出來 我原本就是打算買豆腐的 因為我上網看 說它那個豆腐是很有名的 說這裡的師傅 是故意去德國 學做麵包 打算做一些歐洲的麵包回來 也是改良了一些做法 這個豆腐是 我們等了十分鐘 因為是積落 我們可以去積做的 除了這個 它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酸腫麵包 但它太大 我沒有買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當然不是全部都是我的 並非全部都是我的 那我買這個 我喜歡吃麥包 我也喜歡吃黑麥包 它的麥包很好吃 其實我覺得吃完味 都不用吃豬頭味 它很熱 很好吃 我今天的新浦江 接地去到這裡 我略略介紹了 這裡有什麼特色 我其實也不是介紹很多 也只是介紹了一點點 其實我相信還有很多地方發掘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已經超級累了 已經走到 所以今集就來到這裡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有機會再來多次 如果大家熟悉新浦江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值得介紹 有什麼值得吃 其實我猜今集是少了吃的那部分 那好吧 我今天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介紹的地方 喜歡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追蹤我IG 看我的生活動態 留言給我 好吧 拜拜 新浦江這裏 有幾條街 那幾條街都是以數字命名的 就有雙喜街 三竹街 四美街 嗯 嗯 去到五就忘記了嗎 我忘記了 那我就 去片啊 看照片啊 我找了這麼多條街 很累 雖然它們是連著的 就是拉著拉著 但是很近的 但你們一走完 玩了八條 真的很累 我又忘記了 五是什麼街 五是 五粥街 五花腩 我只知道 沒有了 拜拜